大家好,我是橘子 今天分享一个懒人版的面条做法 不用擀面,也不用扯面 轻胸就能做出口感筋道的面条 做法非常的简单 做面条,面和的越硬 做出来的口感越筋道 我这里用了500克面粉 用200毫升的清水和面的 面和的比较硬 太硬的面团不好揉光 先把它放在盆子里 醒面20分钟,然后再揉 就会很光滑了 趁着醒面的时候 准备两个西红柿 洗干净之后,切十字花刀 放在碗中 用刚烧的开水 烫两分钟,这样很容易 就可以把皮剥掉 另取一个碗 打三个鸡蛋,用筷子 把鸡蛋搅散 起锅放油 油温烧到五成热的时候 把鸡蛋倒进去 用筷子快速的搅拌 搅拌成鸡蛋碎 把炒好的鸡蛋碎倒在碗中备用 西红柿烫好之后 把外皮剥掉 改刀切成小块 然后装在碗中备用 把饧好的面放在案板上 再揉一会儿 饧好的面一揉就很光滑了 这就是饧面的作用 把揉好的面团按薄 再用刀切成面条的形状 面条的粗细可以根据自己 喜欢的口味决定 喜欢吃细的可以把面团 饿得薄一点 喜欢吃粗的面条可以把面团 整理成厚的形状 再切成薄片 把做好的面条放在开水中 煮2-3分钟 煮的时间要根据面条的粗细决定 煮熟之后 捞出放在凉白开中过滤一下 这样可以使面条更加筋道 起锅放油 把西红柿放进去煸炒一下 炒到出汤汁 粘稠的时候 放一勺盐 一勺鸡精 一勺蚝油 适量的生抽 用铲子把所有的材料翻炒均匀 然后把面条也加进去 鸡蛋也放进去 再次把所有的材料翻炒均匀 最后再撒上一些葱花 美味继成 这样做出来的手工面条 非常的有嚼劲 做法也很简单 喜欢就关注我吧 下期再见